这个房间紧张是肯定肯定的问题 说就是房间了总感觉要有些压抑似的房间不够这个不够光亮呗 我们头脑想的也比较简单 我们只能够吃饱穿好 现在再改善就是住好 不给开到现在还有 有这种情况 不能说没有 我们还有几个没得钱的 就是跟别处干的 对于农民工来讲 说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 因为牵扯他们以后说的 养老保险呀退休费之类的 都是一个挺注实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次在会上呢 我也反映这个问题的 给他反映到那个大会上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打破这个二元结构 就是不应该再靠户口来享受他的权利了 因为我想因为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都应该享受所有的权利和遗用 所以我是希望这些人能够真正了解 他所代表的这个群体 他们的需求 而且还要敢于说真话 我想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这些人能够真正了解